翟小川的一次集听中投和罚球准决上了青岛队 三天的休整之后 北京又拿到了一场胜利 我是游泥哥 讲述有关篮球的故事 白天看到林书豪感谢了北京首钢 加盟了勇士的下属球队 晚上北京首钢的小伙子们 就用一场胜利告诉了球迷 他们依旧可以 从马步里到林书豪 离北京首钢最近的一次冠军 也已经过去六年时间 方硕 翟小川 朱燕熙 王潇辉 这四位当年的青松少年 一直坚守到如今的老将 战胜青岛之后 北京首钢的战绩来到十一胜十四负 排名联赛十三位 相比起开赛以来的低迷 球队也正在走上正轨 但面对青岛 北京依旧赢得很艰难 依靠着王潇辉和刘潇宇超长的三分发挥 才一直将比分紧咬 最后时刻 靠着冠军底蕴下的细节把控能力 才将胜利收到囊中 比起上赛季与冠军广东 熬战到决胜局最后时刻 本赛季的北京 真是让球迷有些失望 上赛季的林舒豪 在得分 助攻 串联球队上 都有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组织方面 加上翟小川 朱燕熙 方硕 这样经历过总决赛系里的球员 这样的阵轮班底 绝对可以和未免冠军 拜拜手腕 休赛季林舒豪的离队 让北京缺失了组织大棋 方硕受困于自己得分后卫的角色 刘晓宇则是传统后卫的打法 三分球一项明显的短板 而翟小川 作为球队优质的3D球员 扛不起组织大任 朱燕熙看似有着一定的传球能力 但也是在曾经 马布里林舒豪组织体系中的 二传角色 让他作为发起点有些艰难 面对青岛最后时刻的联防战术 未经对团队的传球 看似流畅 但总是传不出合适空位 出手也频频被对手 压迫在最后5秒之后 全场78比75的低比分 也印证了比赛的慢节奏和低命中力 过去有马布里和林舒豪 这样的NBA级别球员的串联 进攻端 北京首钢的本土球员 同时也练就了一身 拿手的终结球能力 方硕朱燕熙的3分 翟小川的突破 但当他们年华老去 技术特点已没有可苏性以后 球队还缺少了串联组织的顶级后场 战绩不好 自然情有可原 再加上北京首钢防守的底蕴 将对手拖入阵地战 进攻端 依靠全队的传导 弥补组织后卫的缺失 慢节奏低回合 就成为了北京队这个赛季的比赛常态 当面对对方有着超强终结点时 比赛拉入最后时刻的北京 就面临着输球的禁地 休赛季 北京队林舒豪的期待值得理解 不论是球队战术需要 还是场外价值 都是最理想的人选 但如今 失去了林舒豪 北京队想要在接下来的赛程中 冲击季后赛 甚至更进一步 就需要去寻找更合适的外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